保姆用手指挖出过期的酸奶,命令雇主的女儿吃掉,他甚至让女儿把酸奶喝舔干净,这样才能上床睡觉。 然后保姆抱起雇主的小儿子,不停亲吻他的脚。 这时,雇主回到家中,误以为保姆是在与他的儿子玩耍,于是什么也没怀疑,甚至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好保姆。 随着保姆赢得了雇主的信任,行为也越来越奇怪。 他经常躲在床底下,偷偷地看着孩子们,当孩子们感到害怕时,他就会突然出现,模仿野兽的叫声,露出凶狠的表情,进一步吓唬孩子们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女儿在保姆的影响下,开始表现出不寻常的行为。 直到老师告诉雇主女儿有些不对劲,雇主才开始怀疑保姆。 由于担心被解雇,保姆费尽心机为女儿策划了生日派对,确保他和同学们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。 看到这一幕,雇主再次相信了保姆,故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。 这部电影叫温柔之歌,如果你感兴趣的话,可以去看看原片。